你最近对唐爷的生意不理不顾 连去码头验货 那么重要的事 都随便找个人去做 你怎么那么不负责任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不是对不起的问题 你不是不知道 我对这个唐爷的生意 看得有多重 我们文家投入那么大 现在刚刚起来 每一步都不能错 你二哥已经让我失望透顶 难道你也要学他一样 把我气死不成 爹 你怎么了 快坐下来 爹 你没事吧 自担长出事 我们文家损失惨重 现在这一遍 唐爷的生意 万万不能有差错 现在家里 爹只能靠你一个 你不要再让爹烦心了好吗 女儿知道错了 女儿 明天就去码头仔细验货 爹 您要不要去看大夫 不用 我没事 爹 快喝点茶 快喝点茶 雪娘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为了儿女私情 所以才不愿意去码头 也怕碰到处生夫妇 以免尴尬 但是两家人合作 难免会有接触 你不能总是这个样子 不敢面对啊 爹 您放心吧 我会慢慢放下的 你一直都和男孩子比 我希望这一次 你要真的像个男孩子一样 能拿得起放得下 爹 书房太冷了 回屋去睡吧 你没看到我跟你娘吵架了 爹 娘最近呢 因为黄包车公司开业的事情 忙得不可开交 而且又因为舅舅 她难免会脾气不好 你就别生她的气了 我就是因为这样 才会睡在书房 免得跟你娘吵架了 你已经回来了 你们俩之间 就不能互相忍让一下吗 爹不是一个好父亲 也不是一个好丈夫 这次回来 本来我想试试 跟你娘重新开始 好好地过日子 可是我不管做什么事 好像都会惹她生气 是不是我在外面太长时间 已经不懂得什么叫 夫妻相处之道 可是我真的不了解 你娘为什么会如此 如此偏激呢 爹 娘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她对感情太执着了 十八年 她等了你那么久 你终于回来了 可是现在 你又搬到书房来睡 这不仅会伤了她的心 更会令她尊严受损 颜面无存的 我会体谅你娘的感受 但是你爹 也有自己的尊严和底线 爹 娘是一个 不会乱发脾气 刷性子的人 在你回南京之前 她一直是一个 宽宏大量 金瓜气概的人 这是南京城 众人皆知的事实 她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闹成这样 我承认我有责任 爹 你爱娘吗 责任 你和娘在一起是因为责任 你们让我来到这个世上 是因为责任 你走了十八年 现在又回到这个家 也是因为责任吗 我 我和娘 要的不是责任 帮我出去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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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吸大烟 身体太差了 过两天她烟戒了就好了 薛婷 你要听奶奶的话一定要好起来 薛婷婷 你要好起来啊 小姐 这是元堂加工后数量的清单 还有运货的商号跟地址 是 需要你过目签字 我已经跑了几天的码头了 又是验货又是点账的 我快要累死了 现在还有这么多账没有看 还让不让我喘气了 小姐 咱们生意做得大 加工运货 还有各地的分销商号 有几十家 帐目自然是多了一些 这些帐目要是看完 至少要七八个小时 我现在终于知道顾大哥当初有多辛苦了 小姐 顾楚生的事情你就别想了 这些帐目还等着你亲笔签字 才能运出去 催催催 我是人又不是机器 我已经累了一整天了 这鞋箱放在这儿 等我回来再说 小姐 不是我催你 是订货的人在催呀 急也不急这一会儿啊 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吧 那万一姥爷找你呢 姥爷找我呢 你就说我出去买甜品 很快就回来了 这鞋箱子 那你不接呢 可不接呢 这鞋箱子 俺这点 还不接呢 我来这些帐目 那一哩 我来这些帐目 你是不是天天要到我家门口来报到啊 当然不是 我本来是要进去找你的 正巧你出来 看来啊 我们是心有灵犀 心心相通 石川俊先生 我可没你那么闲 我是打理家里的生意很累 所以出来休闲一下 谁跟你心有灵犀 徐婷小姐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风景 非常秀美的地方 不如我们去那儿散散心 我是南京本地人 什么地方没去过 有什么好新鲜的 没兴趣 那咖啡呢 我知道小姐最近很累 不如喝杯咖啡放松一下 放松 可以啊 喝咖啡行 去你所谓的风景秀丽的地方也可以 不过 车子要我开 今天真是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你多亏撞到的是稻草 如果冲下山坡 那我们两个人就没命了 呦 平常看你好勇斗狠的 你也怕死啊 我那不是好勇斗狠 我那是比武歇磋 提高个人的武术技能 随便你说什么 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薛妮小姐 外表看起来活泼开朗 忧郁起来 也别有一番味道 太肉麻了吧 你是不是在日本追不到女孩 所以跑到中国来的 当然不是 刚认识你的时候 我觉得你性格独特 但接触久了 我觉得你有一份 别人没我的率性 可以说敢爱敢恨 在日本 甚至于整个东方 都很难找到 谢谢你啊 不过呢 你再怎么说 这顿饭都要你请 当然乐意 谢谢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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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少爷 走了 雪亭这孩子 他究竟到哪儿去了 怎么办 你们得想想啊 国轩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哎呀 文雪亭 名副其实的不孝子 我锁住他 只是要他思过 必须要戒打烟 我是为了他好 他居然不领钱 还跑出去了 老爷 您别太激动了 雪亭他这么做 也不能全怪他 可能是因为 他实在吃不了苦 所以才逃出去的 别为他说话了 他的为人我还不知道吗 这次我要狠狠地教训他 他要跑 让他跑 我看他能在外面熬多久 国轩 雪亭他身子虚弱 在外面又没有人照顾他 他是一天也挨不住的 万一他要有什么事 那 那该怎么办呢 没人照顾他 他挨不住 那他就别跑啊 没有人逼他 就算发生了什么事 那也是他自作自受 不行 雪亭是我的孙子 是我的心肝宝贝 你不管 我管 马管家 快 快去找些人 把我孙子给我找回来 你快去呀 幸福 站住 谁都不许去找他 这个畜生 就让他在外面死了算了 老爷 老爷你消消气了 国轩哪 雪亭他可是你的亲生儿子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国轩 老爷 老爷你怎么了 老爷 我的胸口好疼 那我扶你回房间休息一下吧 来 过雪 你没事吧 谢会儿就没事了 别担心 好好去谢着吧 老太太别生气了 谢前兄 这次多亏你帮忙 大恩不言谢 你说就挣点小钱 用得着这么急吗 用得着 越是朋友 钱越要分清楚 而且这次西贤兄 在我最紧要的时候出手相助 找来大量的子弹 帮我解决问题 这些钱 不能拖 是啊 你要买人家要卖 我只是个中间人 两边交个朋友 做个顺水人情 你客气什么呀 我孔中佳 就是这脾气 谁帮了我 我很清楚 要感谢他 谁害了我 也要赢了他 我可以回家 你如果说 我把他帮助 你猜不准备 你自己一个人 要费 人家 你不准备 不准备 你在这边 你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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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人 我闹备 你不准备 你不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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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灵溪贤会跟承见有什么关系吗 朋友 暗地里边打听一下 灵溪贤的背景 别让人知道 知道了 杜军 看来这个老狐狸是准备对付文国轩了 不过在我们和文国轩没有翻脸之前 最好和他保持距离 给自己留条腿了 好的 好 姑父 姑父 救我 你又怎么了 你又怎么了 好 我 你也是 你又干吗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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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太太 时候差不多了 我去看看汤熬好了没有 你去吧 嗯 杏芳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怀孕的女人啊 是不能老待在屋子里 闷着不说话的 等孩子出生了 她也会像你一样 不爱说话 不会吧 我怎么从来 都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呢 我也是听说的 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太清楚 哎呀 秀霞姐她怀孕的时候吧 老爷就经常在外面谈生意 没有陪着她 结果她就整天闷在屋里不说话呀 所以 雪斌 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想 这就是一种巧合吧 也许吧 好 你怎么了 新芳 你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 你哪儿疼啊 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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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肚子 我 我 肚子 你怎么了 我肚子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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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芳 你怎么样 来人哪 杏芳 等一下啊 没事的 三太太 细绝 四太太 快快 赶紧找人去 快快 四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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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杏芳 杏芳她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果断补汤回来四太太就晕倒了 之前她有没有晕倒过 之前偶尔会晕倒 但是没这么严重 是啊 前两天我也看到她晕倒了还真 是不是这两天的补汤喝得太多了 别说那么多了 郭轩 快带她到医院去看看 好好好 许妮 你陪我一起去医院好照顾她 好 大臣 你跟巧婷尽快来帮忙 是 老爷 爹 有血 快 快去医院 快快快 坚持住 坚持住往兴房 四娘 爹 别着急了 不会有事的 您就放心吧 老爷 四太太怎么样了 不知道 还在里面 你 我叫你照顾四太太 别跑开 盯紧她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老爷 我也不想的 你不想 如果你不走开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果四太太有什么不测 我就打断你两头腿 把你扔进柴房锁起来 看你还怎么跑 爹 四娘她平常为人那么好 上天肯定会保佑她的 您不要太激动了 希望是这样 喂 尹尘 我夫人怎么样 尹先生 四太太主要是胎盘喘 啊 引起剧烈疼痛而昏迷 她由于失血过多 生命垂危啊 还好 经过我们权力的抢救 又输了大量的血 她总算是脱离了尹尹 只要慢慢调理一下 很快会康复她 爹 您看我说得没错吧 四娘她有上天保佑 您就放心好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那她肚子里的孩子怎么样 胎盘穿了 就停止了供养 而且 伤者送得太晚了 虽然我们尽了全力 也只好保住大胆 这小的却 温先生 真是很抱歉哪 爹 爹 爹 您别生气 别轻快了身子 您要保重身体啊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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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我没事的 你别担心 千万别为我担心 您一定要保重好身体 您的身体是最要紧的 你醒来就好 你放心 我没事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管 安心调好自己的身体就是了 老爷 我们 我们的孩子呢 怎么了 老爷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 老爷 我对不起 千万别害过 不要预够 我们还有时间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身体健康 啊 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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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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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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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让你醒醒啊 爹 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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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爹 你醒醒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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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ion す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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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太太好 大小姐没来 来了 她刚刚出去打电话了 基本稳定了 医生 温老爷情况怎么样 温先生的心脏一直有毛病 现在又受点刺激 所以心脏就支持不住了 目前情况算是稳定了 医生 那老爷的病 四太太 还能治好吗 心脏的功能随年龄增长而衰退 温老爷上次发病 已经令病情加剧 不过嘛 我们现在可以用药物来控制 还有啊 一定要让他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 不许再让他受刺激了 否则 下次发病 后果会非常严重啊 谢谢啊 好 好 难怪我温老爷受这么大的打击 希望爹能想开点 尽快把身体养好 重新来过 也只有这样了 不过有件事情我想不通啊 什么事 好端端的 四太太怎么会小产呢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奇怪 因为医生一直说他身体很好不会消产的 而且到现在还没有查出原因 既然已经发生了 再追究也改变不了什么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以老爷的身体为重 可能的话多撤时间陪陪他 照顾好他 我会尽力的 不过 自从你离开梦园之后 家里真的发生了好多事 先是子弹场失火 二哥离家出走 现在 又发生这么大的两件事 真是祸不担心 我常想 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有时候 我真的觉得孤立难致 要你一个人去面对 是在听为难的 其实 再苦再累我也不怕 我就是怕 有一天自己真的撑不住就垮了 到时候会让爹伤心 会刺激到他 我明白 可是我答应了小夕 要在立通台帮他的忙 所以我不能在梦园帮你 真对不起 我还是回去了 有空 我会再来探望老爷的 我会再来探望老爷的 你可不知道 摄像的香味 能让孕子交产 你骗谁 马管家 我真的不知道摄像 还有这种功效 否则我怎么可能 把它带在头上呢 你还嘴硬 嘴硬 你家祖上 都是做大夫的 你会不知道摄像的功效 谁会行进 我没骗人 大太太 你要相信我呀 娘 这孩子是我从小看大的 他没有骇人之心 你要相信我 相信这孩子 娘 小婷 小婷 你老实说 这簪子是从哪儿来的 老实说 是三太太送给我的 你居然敢栽葬到我头上 我为什么要送你簪子 有人看见了吗 再说 四姨太出事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在身边 我知道了 你是有意跑开的 一来想推写责任 二来等实发之后啊 没有人知道你就是幕后凶手 我不是凶手三太太 我不是 别说了 这个死丫头她要再不承认 就把她打死算了 以她这条贱命 以我孙子的命 已经是便宜她了 娘 老夫人我真的没有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给我打 小婷 你就认了吧 认了就不用挨打了 我没有 我没有错过 我真的没错过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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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大少爷 雪冰 大少爷 雪冰 雪冰 我不打 大少爷 你来这儿干什么 回房间手 把雪冰 雪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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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死丫头把你弟弟害死了 你知道吗 你快走 我要带不走的话 我连你一块儿打 听见了没有 你要不走 奶奶要打你的 雪冰 快走 快走 把大少爷给我带回房间去 快走 快走 是雪冰 大少爷 不是 我带回房间去 大少爷 雪冰 快走 大少爷 快走 雪冰 快 雪冰 马管家 你把这死丫头 给我带到柴房锁起来 不准任何人给她吃的 一直达到她成任为止 是 你去哪儿了 刚才文老爷 突然在医院晕倒 那个四太太又出了事 我去医院看他们一眼吧 就算文老爷他们 全家都去了医院 你去又能帮上什么忙 我们利通太太生意 不用做了 楚生 你不至于公司不分到这种程度吧 我不是叫宋希 代替我招呼张老板吗 不料颜色是你订的 价钱也是你订的 你觉得她能代替你吗 我看你是找借口跟别人见面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不过做了 我看你了 你怎么还要 我看看你 我看你了 你被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怎么会 我看你了 你不过来 你不过来 詞曲 李宗盛 爱恨别离 一转眼 一场梦 你是我 手中断线的风筝 满满的远离 远离我孤单的身影 你不愿我承受思念的不安 爱已变成你心里的负担 我不要你说出离别的借口 是悲剧也不愿告别在今天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